面積慣性取比較難 你不太會理解 那很多的書本都用那個墨爾元的方式來求解 但是現在就當你們還沒有學到那個墨爾元的那個在角度上的變化 我就列一下啦 而後你墨爾元材料力學讀完 你再回過頭來看這裡 這邊國考如果要入題的話 考試要入題的話是事實上很多人都不會算的 那面積慣性取就是說 它是0的時候 i 值是最大 所以它為0的時候是最好 它叫寫成 ixy 或 iyx 或積分 x 乘以 y 的 a 大概定義是這樣子 然後其他就是說這用墨爾元的方式來求解 好 我們來順便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 那 這一題來看的話 好 我投影片裡面講的很多啦 面積慣性取 好 它傾斜時候的慣性取 好 甚至於 好 這邊來講 好 傾斜的時候 积分的時候怎麼去算 好 這是公司的推導啦 不過 我想我就帶 跳過去啦 就用這個公司來跟各位講解一下就好 好 好 那最終是告訴你說 好 我們這個都是跟 應用那個墨爾元那一章節的東西 原理都很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面積慣性取的話 你看這邊 這邊講了嘛 有時候它 會有不一樣的算式嘛 我最終就是 你看它不同的向線 會有正有負 這你先留意一下就好 好 那 面積慣性取也是要用什麼 也是用平行 好 平行軸移軸定理也可以用 好 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106年普考的題目 好 這一題要算什麼 行星位置 計算慣性取 IY IZ IYZ 好 IYZ指的就是 面積 面積慣性 那個嘛 面積慣性 面積慣性 好 好 那這一題來看的話 來這個題目 它要求E1跟E2 等於多少 好 那各位其實可以看到 這是不是對稱 對稱在一半嘛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E2 這E2根本都不需要 你就計算什麼 因為它對稱 它這個距離 E2跟這邊一定要一樣 就 一百五十除以二是七十五 七十五減掉二十五 五十 這很快就算出來了 它對稱這個 對稱這個 所以這個距離五十 那E1就不好算 E1我們怎麼看呢 你看 一百五十乘以七十五指的是這一個 那一百乘以五十指的是這一個 所以它是用大的矩形 減掉小的矩形 你看到了沒有 好 所以你要算的時候 要注意的是什麼叫A1 什麼叫A2 好 A1 A2的時候 在這一個題裡面 我是用 這沒有人說什麼 一定是這樣算 懂不懂 好 好 那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這個就是大的矩形 好嗎 這個就是大的矩形 這第一個 所以一百五乘以七十五是這一個 好嗎 那它乘以二分之七十五 它要算這個距離嘛 它到一半的距離是在這裡 二分之七十五 因為這邊是七十五 好 那減掉一百乘以五十 這一個是紅色的部分 這一塊 那這個距離是多少 這是一百嘛 一百五減掉二十五、二十五 這就是一百 那這是五十 一百乘以五十 好 這是面積嘛 然後二十五加二十五 什麼意思呢 這一半二十五 對不對 它一半的位置是二十五 是嘛 那再加上二十五 好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叫做 好 這一題來講的話 看你對 取於哪一個軸啊 那這一題比較可愛的是 它取哪一個軸你知道 取這個軸 這個軸 所以它剛剛是二十五 這是二十五 再加上二十五 OK 這是二分之二十五 二分之七十五 所以你弄清楚說 哦 原來A1 這是A1 這個我們叫做A1 這就是Y1 對不對 如果你對頂軸來看的話 懂不懂意思 這就是A2 Y2 一樣 這是A1 減A2 這個減就是減 好吧 那這行星就把它算出來了 那冠性局也一樣 從這個行星去看 大的十二分之BH三次方 B是七十五 H呢 對不起 這是IY IY的話 是對這個軸 B就是七十五 一百五十的三次方 所以要是IY 然後減掉五十 一百二三次方 五十 一百二三次方 大的減小的 一樣通過他的行星手 算出來了 那Iz來講的話 對Z來講的話 這是Y嗎 這是Z Iz來講的話 二分之一百五 乘以二十七點五 來 要注意這個 這個什麼叫二分 三分之B的三次方 就是這一塊 一百五 一百五 這一塊 用行星算出來 二十七點五 三次BH三次方 也就是說 算上面這一塊 好 好 再畫一下 好 這一塊的話 其實算出這一塊 可以嗎 三分之一的B 乘以二十七點五 這是B 好 剪掉這一塊 又是一塊綠色 剪掉這一塊 可以嗎 加上 拿兩塊 這兩塊 這兩塊剛好是怎麼樣 兩塊 三分之一 二十五千四十七點五 這是紅色的部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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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出來 i z ok 好 那 i y z 對正軸 所以 i y z 等於零 這個是帶這一個體位 這個你要 你也要試試看喔 這會算之後 你能夠算 解答其他的問題 那 那這 慣性肌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跟這位 這樣帶完 好 好 好像快要那個 好像快要那個了 好